通常調高基本工資很多的企業主都會跳腳 因為人事成本就當場增加了 不管增加的幅度有多大 總是擔心競爭力會因此而下降 但是這回企業大佬們的反應導致很淡定 認為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忙碌的時候沒停過 行政院長江一化2號在立法院宣布 基本工資4月1號起調漲 基層勞工每個月可多領267元 金額不高大概三個便當前 但人事成本增加 企業老闆們會不會擔心呢 當然大家講的是多少K多少K的 其實台灣好的企業的話 這個工資早就超過很多了 所以其實對好的企業來講 當然這個人事成本是重要的 但是絕對不是最重要的一點 它是能夠帶動消費 讓很多的老百姓更多的收入 那這個也會再賺一圈回來 就是能夠帶動產業的發展 大佬抱持正面態度 強調好公司的薪水早就超過規範 他們更認為比起減少固定成本 創造一間公司的價值更重要 是 大家有品牌的 是有創新的 是以全世界為舞台的 你這樣做的話 剛這些你的這些薪資問題 都是小的問題 是該對台灣的老闆們鼓掌 台灣公司的經營管理 被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 評為2012年的全球第一 我是有點受慫若驚了 是不是我真的是第一名第二名 不過應該是很好 這是可以講的 企業管理部分表現不錯 不過二號受邀到台灣演講的 IMD院長杜道明教授也提到 人才培育是台灣提升 國際競爭力的關鍵之一 改善教育環境 留住好人才 才能讓排名第七的台灣 在世界舞台上繼續保持佳績 郵典TV吳源西羅正輝 台北報導